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从塑化剂到油品 从茶叶到鱼产 台湾数十年来辛苦建立起了美食王国 一系之间全部工解 食安问题让民众日常生活真的实在难以安心 像每天都在外面工作啊 每天都外面吃饭 该不会我们用的餐具 我们用的筷子都有问题吧 鱼虾漂白 水果漂白 豆芽菜也要漂白 润饼皮更要漂白 食物漂白都是为了让产品卖向更好 但是也将活人的健康都给牺牲了 我们从开始要准备开产品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会选择在地的食材 比如说我们在西螺有果菜市场 那也认识很多农民 所以我们就会去跟认识的农民 或者是菜饭买新鲜的食材 然后餐具部分呢 我们也是尽量用实的餐具 那筷子的部分呢 因为基本上我们也不让小朋友用棉洗块 那我们也知道说棉洗块 实际新闻常用化嘛 就是不是漂白水就是进口的 所以我们自己也不让小朋友用棉洗块 那所以我们会 如果东西买回家吃到 我们也是用家里的筷子来 那开始做餐厅以后呢 刚好有朋友介绍 有认识在做年级工厂的朋友 那他们介绍说 现在有厂商在研发 用稻壳做环保块 那我们觉得这个还蛮理想的 那比较之下呢 可以用比较安心 除了食材安全性的问题 台湾外食人口密度相当的高 大街小巷也常有不同的餐厅与路边摊 随时随地都有方便 容易取用的美食 只是在使用这些餐厅与路边摊 所提供的棉洗碗筷或是餐具 在吃东西的时候 您真的能安心使用住些餐具吗 就因为我们带来的 都带来得多人来 现在我怕吃得不好 现在改变这种本好比较 比较滑 我们从北台座 比较不快 比较不快 创新秘籍创新密码大解析 我是田燕妮 其实台湾这几年 正在面临非常严峻的食安风暴考验 不管是我们用了油拉 甚至是茶叶酥花剂等等 都让我们非常的不安心 而有鉴于此在2014年 就有一群人他们默默地努力 他们聚集在一起 为台湾的餐具做一番新的革新 他们竟然用了稻壳来做非常安全 而且环保的餐具 所以今天的创新密集 我们来好好地研究一下 这个创新故事 所以我们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就是环保餐具的业者 黄明星 黄董事长 董事长你好 你好 董事长你好 董事长你真的颠覆了我们一般 对于这个筷子的印象 因为一般大家对筷子印象是竹筷嘛 但是您竟然用了稻壳来做这个筷子 当初的一个机缘背景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篇报道 里面讲述到说 亚洲整个年度的 免洗卫生筷的使用量 到达200亿以上 当初我吓了一跳200亿 但是事实上后来我们的了解 它是一个很保守的机器 如果严格来讲 它至少是上千亿以上 这么大的数量 让我更惊讶的是 我们想到 环保免洗卫生筷 我们之前会想到 环保卫生健康 但深入去理解之后呢 却发现 基本上完全是相反的 怎么说 比如说它大量的材料来源 是来自于砍拔 因为竹筷或者木筷 砍拔生理就是它材料的来源 那么在竹筷跟木筷的制造过程中呢 因为要消毒 因为要漂白 它都会加入一些话题药品 这些话题药品 会谈留在筷子里面 很有机会透过食物 进入到我们口中 在我们体会累积 对人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丢 再过来就是因为低价 所以在很多的制造环境里面 都是很接接的 还不知道什么卫生啊 健康这一概念 因为我们也经常会在一些 相关的报导上看到 那这些让我觉得说 这么大的市场需求 可是难道消费者没有选择 一定要选择这样的一个产品吗 这是当初我们的想法 所以我们就开始 投入这一行的研发 那最后为什么选择了稻米 因为第一个稻米 它是农作物的残余物 它基本上胜宇价是比较高 以前基本上就是被丢弃啦 被農作物被当火烧啊 那可是它其实是我们的主食 稻米的残余物 所以它的量是非常大 来源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样的东西 我们透过想把这两个事情 结合在一起 就是说用残余的稻壳 来做这样大两种的使用 然后可以终于砍发生米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结合 把原本应该是废弃物 现在回收重新赋予它生命 变成了筷子 不过我很好奇的是 稻壳给人家感觉就是 是没有办法 凝聚在一块子去散的 这怎么样来做成一双筷子 这其实是我们在研发过程中 所遭遇的困难 因为我们发现这些原来的粗筷 物块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们当然不能去做它同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设定这些产品 就是第一个要卫生的环保 所以产品等级 必须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在开始 选用材料的时候 就已经在这样的 涉及之下进行 所以要达成这样的目标 标准 然后又要能够商品化 在过程中确实 中到很多挫折 所以这稻壳 它里面一定不可能是 百分之百是稻壳 它里面的配方成分到底是什么 我们使用的是食品级的 一批材料 跟稻壳 相互结合作为 作为这种材料 那这个工程中 在这两个材料很稳定的结合 能够制造商品 这就是我们这一年多来的监信 食安与环境问题 可说有重要的关联性 以外食足常使用的免洗筷子来说 在亚洲地区的使用量 一年就超过两百亿双 为了生产这些竹块 必须砍伐的竹林面积 常造成环境重大的影响 选择使用废弃的稻壳来做原料 不但保护环境 更重要的是废物利用 让地球资源能够延续 董事长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 就是稻壳块的生产线了 对不对 是是是 这个生产线看起来好繁复 可以稍微聊 帮我们介绍一下下吗 是 因为它这是一个新的材料 所以我们在也产用一种新的 挤出成型的 不是一般的色素成型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生产线 它事实上是一个 比较新的 不同以以往的生产线 所以这稻壳也是置入 然后再加一些材料 然后透过这个生产线 一双一双的筷子就生产出来 是是 但是我想一般还是很好奇 到底真正的竹块跟稻壳块 它的差别在哪里 当然就是说竹块跟 木块刚刚所提到的 它就是从森林里面坦下来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加工上的生性 那在过程中因为要消毒嘛 然后要 要取得它颜色外观嘛 所以可能要加表白 那这中间都会加入一些 呃 化学物品嘛 就是我们当初的 很多的一些问题 所以因此它会存在一些问题 所以竹块它其实暗藏的危机是什么 普遍来说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说它的 加入的化学品很可能会在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遇到热的液体啊 它可能会溶出 然后可能进入到体内 这都是对人体存在一些潜在危机 您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我们用品质不太好的竹块 然后吃泡面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些化学物质 渗透出来 这是很有可能性的 你说几率还蛮大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其实普遍的竹块 它的条件都不是太好 是这样说的吗 对 有些生产基地人 它因为价格提供的问题 他们在管控上面 它环境管控上面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去做的 可是他们才能够提供 这么廉价的价格 所以相较来说 稻壳快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你在吃的过程 不会释放出其他的有害物质 是 我们从源头 我们事实际上在过程中 我们在选择这些来源的时候 就已经费了很多的心力 去全省各地到处去找 然后我们要取得 它这个安全的道格来源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从产品 开始研发的时候 就设定的条件 包括我们所用的匹匹材料 都是铺安全食品级的材料 当然在过程中 我们也遭遇到很多挫折 比如说在生产这样的 产品的时候 可能我们当初说想象的条件 是认为它可以很容易 自成 自成的 但是之后因为盗壳 毕竟它是有机物的 就它就不像比如说化学的 塑胶原料它是那么稳定的 所以在过程中 我们试了失败 试了失败 这东西也确实在我们 几度曾经想放弃过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里面的成本还有配方 你自己试过好多好多种 不同的尝试这样子 是 我们研发了大概一年多 才真正让这个产品很多实现 是 不过我想一般民众在用 这个煮块跟倒壳 可不过还是想要了解说 它们在使用起来的话 到底有没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比如说它们两个硬度都一样吗 还是说耐热度的部分等等 我想耐热度最主要是说 我们的产品 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试试说 我们的产品可以在煮盆的沸水之中 三个小时它都不会变形 最重要是它不会释出任何残留物 对 这是我们都有定期送钱的 这个就是相对来讲 就是给你送一个保障 所以你在使用这个筷子的时候 是很安全的 你不会吃性不应该吃的东西 这是我们最大的区别 所以在竹筷上面 使用方面 比如说假的东西 这硬度都差不多是不是 倒壳筷跟竹筷这样 是 这个在使用上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在产品上面 做了一些小小的设计 就是说我们的筷子在 离开之后它还有筷甲 可以让你使用 董事长你提到 在找配方的过程 你试过几十个配方 而且其实研发过程 也耗费你一年多的时间 有没有什么 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 经常就是说 我们找到一个新的配方的时候 那我们一些总监 他会很兴奋地告诉我 哇我们这个配方 应该是没有问题 然后后来我们都隔天就很期待 看它释出的结果 可是发现又不是想像这样子 那整个团队就会 陷入一种很去年的状态 但是这个时候就只能互相打气 没关系我们再来 所以你们的团队应该是 很像家人一样的情感 基本上可以 大家都为了这个 环保健康的理念来奋斗 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信念 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对的事情 我们应该把它实践出来 所以在中间的过程 你们有频频的去看一些 比如说环保的杂质 或者是设计杂质什么的 你们那时候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气氛 或文化这样子 当然我们在开发上的产品 我们必须了解就是说 在目前现实的市面上 它也是一样的类似的产品 或者类似的产品 存在有什么改善的贡献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产品的 都尽量的做到完美 能够给消费者一个很好的 很安心的使用的情况 所以我们也会经常去收集 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坚持下去 老板他的看法是说 创新升级 差异化是所有高人力成本国家 面对低价竞争的博尔法门 为了将更安全的餐具 以及保护环境的观念 落实到民众日常生活中 就必须长久坚持自己的理念与工作 因为创新会伴随着不可一致的困难 但是如果不坚持就放弃 那就没办法跨出重要的第一步 董事长我们现在看到 是最尾端的生产了吧 是 这已经是经过整个输送袋之后的 最后成品出来了 接近包装线 我觉得看到稻壳 然后变成一双筷子 真的好神奇 不过其实说到这个工厂 现在大部分台湾的工厂 都已经移到大陆或者是越南 因为人工便宜 为什么董事长 你还是很坚持要在台湾生产 当初我们在选择产业的时候 也很多想法也很久不久 那当开始会想在台湾是因为 我们真的希望把一些好的东西 留在我们自己的家乡 然后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商品 很好的商品 但是还是要经过现实的分析也比较 可是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台湾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认为台湾很多综合动能是很强的 只是没有被用上来 所谓的综合动能就是什么 所谓的综合动能就是包括第一个 对创新的追求 很有很有创新的意愿 这是当然一定有意愿才会有开始后面的动力 那台湾这方面我认为便宜投入创新 这方面还是很强的 第二个就是说对过往台湾这一些生产设备 高技术的控制 这方面事实上过往的经验都很强 其实现在因为很多材料外援 但是根基是在 再来就是说对于一些材料应用的知识 还有一个能力方面 再过来最后的就是说 台湾对追求品质的完美 这方面的意愿是很强的 如果把它称为综合动能 那我觉得这方面台湾还是有优势的 特别是对一个创新的商品来讲 所以最后我们商量之后决定 真的把它跟留在台湾 不过我想董事长你愿意跟留台湾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情感的因素吧 因为我记得你好巧跟我聊到 你们去竹山 看到这个工厂没落的事情 你蛮有感受的对不对 是是 因为我们在那边也是在那边旅行的时候 也跟一些朋友聊天 也发现以往竹山是我们生产竹块的 最大的基地 曾经有上千家的厂商 有十万人的工人来来 可到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没有 比家生产竹块的工厂都没有 大部分都是采用进口的方式 那这就是说我们一些 原本有优势的技术 没有被在研发扩大 然后反而走入衰退的情况 那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很可惜 很可惜的事情 那如果我们不在目的投入的话 可能在其他行业都会面临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一般的稻谷 包括我们一般的业者 他在收购稻谷的时候 他都会有农药的检测 就是快篩 那有快篩像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跟农民收购的时候 就会做快篩的动作 到田间 在采收前做田间的检测 检测合格 就可以让农民收割 稻谷就没有农药残留了 然后我们在储存的过程 因为稻谷要到碾制 通常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经过烘干 经过储存 储存会送冷气 这个动作它在在都可以减少 那个我们有疏忽的部分 我们说稻壳变块子 真的是太神奇了 所以继续呢 我们还要带大家来深入了解 这个稻壳块它的来源 跟制成到底是如何 我们继续请到環保块的业者 谢文堂 谢大哥 来帮我们做介绍 谢大哥 你好 你好 因为谢大哥 其实是一开始都一直参与研发 所以你非常清楚 你刚刚有跟我聊到 其实呢从来源就要严格把关 对不对 在稻壳取得 因为我们的原料是稻壳 所以在稻壳的取得上面 必须要比较良好的把关 那在我们跟南部的这些联名厂 中南部的联名厂配合的情况之下 他们在稻壳的取得上面 因为要有荣耀残余的问题存在 所以必须要经过许久的这个半衰期 才能够来进行雷敏 那台湾所使用的312种农药 它都会在6个半衰期之下呢 接近清除的地方 那么我们的稻壳取得呢 都必须要超过6个半衰期 也就是说我们要求 柠名厂必须在製成我们的 稻壳本的时候 必须要放置超过6个月 哇 所以这样吃起来 应该是绝对比较安心了 当然 除此之外呢 因为我们也担心 还有后续的残余的问题 所以双重把关 我们还 最后还要把稻壳本送撤 所以你从源头把关 逆经先叫农民要存放很久 然后你制成之后呢 你还要送撤 来确定它真的完全没有残余 是 但不只是如此 好像在制成的过程 要避免重金属是不是 是的 在重金属这上面 因为国内的稻田的耕作 有可能也有被水污染 重金属污染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稻壳本的取分的时候 我们同步在农药检测的过程里面 也要送重金属的检测 所以不只是农药 还有重金属也不能吃到 而且在制作之后 还要看到有没有生菌素 对 因为国内的这个筷子的 主筷的生产 大家都是担心 会有消毒卫生的问题 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部分 也琢磨非常多 在制成最后的阶段 进入包装之前 必须要经过消毒机 来保证它的这个安全卫生 那么当然我们到最后 也会有送撤 那个成品来检验它的这个 生菌素大肠杆菌的情况 那所检验的成果都是会减出的 真的很厉害 不过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提到 就是说在吃这个一般的竹筷子 使用一般竹筷子的时候 很怕的就是会有一些有害的物质 它融到食物里面了 那么为什么稻壳块它不会有这样的因素呢 稻壳本身的原油管理已经非常严谨 再加上我们使用的这个黏着剂 是我们国内大厂生产的这个 使用性的包皮 那么在这个揉合的过程 我们制成管控非常严厉 制成完毕之后呢 因为这个PP它的变形 会超过一百多 而且我们在揉合的过程把它揭支 揭支揭支后以后呢 这个坚持程度是很高的 那么我们在实际检验的过程 实际测试的过程里面 都将我们的成品 透过食品卫生管理法第六条 融促检验 已经都得到结果是都未解除 所以真的可以用得很安心 比例 总统我觉得你这个道可快 也真的是颠覆了 我们台湾的传统名诗文化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用 免喜快 去便当店免喜快 去餐厅免喜快 但是现在以后 我们可能就渐渐的用道可快 更环保也更安全 我觉得这次是一个很棒的创新 董事长可不可以分享一些创新概念 给同样想要创新 不管在企业或个人工作的朋友 是 我觉得创新是一条很艰辛的路 但是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 当然我们说创新的 我认为它是一种信念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更好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信念之下 我们会寻找各种可能性 那在分析比对之后 找到一个基本方法 接着就是我们要去印证它 要投入印证 但在投入印证过程中 你可能会通到很多挫折 跟想象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能会 如果你不坚持的话 你可能就因此放弃了 失败了 但是这是我所谓的艰辛的一条路 但是唯有透过这样子 我们才剥离掉一些红海的沙路 能够找到自己的蓝海 所以我想 其实创新的可能性 是很大很多的机会 只是我们有能把心放在这里 所以我也希望 藉由这些 这个商品能够带给台湾 一点多多一点点的希望 新的契机 所以除了要坚持到底之外 您刚才说要用心的去好好的来做 所以这些创新的想法 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去搜寻呢 比如说多看报章杂志吗 还是说都去外面走走 当然平时的多搜集资讯 都是目标 特别是当你有个想法出来的时候 因为可能你的想法 它不一定是新的 或者它可能已经被印证过 存在很多问题 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这些多阅读 一定是被创新的印证 是有帮助的 多一点体验 这是一定的 也减少你失败的机会 主张以环保素儿的框架 力量的物料取得与生产成本 制作安全的食品餐具 不仅让外食者使用餐具感到安心 对地球环境保护也尽奔心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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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